你用这个扇子扇吧 你用这个扇子扇吧 你用这个扇子轻轻一挥 用这个扇子轻轻一挥 这些草就都能被吹飞了 这扇子真漂亮 像是我仙家的东西 破云山 请 你们再赶紧检查一下 青秋的那位姑姑 马上就要到了 千万不能有强光透出来 是 我是不是闯祸了 闯祸得不止你一个 扇子是我给你的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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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要抛下阿里和府庭呀 小仙君可是认错人了 小仙君 寿宿 叔叔 父亲 叔叔 师父 不 他不是师父 他不是 放肆 我是错人了 要不会像你 如此激烟离塞 毛粉 先有客套得很 娘亲生气了吗 阿姨 我们走 娘亲 阿姨 阿姨 告辞 夫君 他跟喜无功里面 娘亲的画像很像 喜无功 无非 他就是天族太子 叶华君 阿姨 姑姑 绍兴 姑姑 绍兴 你应该知道 我是极不愿意见你的 不过虽然你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 毕竟我们主仆一场 你想要什么便说吧 我许你一个心愿 绍兴并不想要什么 这三百年来 绍兴只想求得姑姑的原谅 无论过多久 绍兴都是狐狸动众的人 毕业 你可再不是我青秋的人了 这个心愿 是为你出嫁准备的贺礼 你且说吧 我都成全你 你说完之后 你我主仆的情分也就尽了 绍兴料到姑姑会生气 可是为什么不肯给绍兴一个机会呢 你当真不明白 可是姑姑从来就没有见过桑姬 也说过不会喜欢她 那姑姑跟桑姬成婚是不会快乐的 而且姑姑失去桑姬 还能得到更好的 叶华君就很好 他还是未来的天君 但是绍兴如果失去桑姬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说得不错 说得不错 绍兴以为姑姑 是弃我不打一声招呼 就擅自离开青秋 但是绝不会 弃绍兴和桑姬成婚的 因为在绍兴心里 姑姑一直都是 身名大义的神仙 看来你真是不明白 绍兴 绍兴 你可记得当年在青秋 欺负你的那些同族 记得 你也应该知道 他们当中有些人 并非是真心想欺负你 只是如果他们反过来 保护你的话 也会被其他人欺负 所以他们只好 跟着最强的人 来欺负你这个最弱的 你可会原谅他们 不会 所以呀 推挤几人 我不愿见你 也是合情合理的 你也看到了 我一个上神 修炼了十几万年了 才到达今天这个街坪 我这情操和礼物 是有多敌呀 我实在不是一个 身名大义的上神 你真是过家 你还不明白吗 虽然你是无心的 但你害我 被四海八荒嘲笑 对不起 娘亲干嘛要说 自己不是 生命大义的神仙 娘亲是天上地下 最生命大义的神仙 你是从土里冒出来的吗 不 阿猕不是用仙法过来的 是随夫妇 走过来找娘亲的 夜华不识 姑娘就是请求白浅上身 老身不偏不倚 刚好带了夜华君 整整九万岁 夜华君还是论备份 换我一生姑姑吧 阿丽换你做娘亲 我却要换你做姑姑 我却要换你 倩倩 这又是什么道理 说起道理 刚刚我和这位姑娘说话 你们却在后面偷听了很久 又是什么道理 我和夫君 可没故意要偷听 夫君说娘亲也在追我们 于是才在那边路上折过来 久见了看到这位夫人 和娘亲在说话 我们就只好回避 娘亲也来追我们 是因为舍不得阿迪 要跟阿迪跟夫君回天宫吧 什么舍不得 我不过是迷路吧 阿里说得对 你娘亲的 你却舍不得我 你却舍不得我 娘亲最好了 娘亲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天宫 回天宫 明天就回去了 太好了 娘亲就要回家了 你这么久没有回家 有没有很兴奋 兴奋 娘亲 既然你们话已经说完了 我们就走吧 稍等 我 还有话 同这位姑娘说 回去好好想想 要同我讨什么 想好了 再来青秋寻我 再来 谢姑姑 我也想要 小孩子要什么 杀伤性武器啊 娘亲 乖 我也突然想起来 我有些事情要处理 明日再与两位会合 告辞 前前 你莫不是害怕 与我父子俩一同入戏 会惹来什么咸言咸语吧 叶华君多虑了 原来你也知道 你我是有婚约的 完全不用避嫌 婚约 说起婚约 说起婚约 当时天君让我 与你二叔订婚的时候 你还尚未出事 转眼间 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 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告辞 先聊留步